你好 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大名鼎鼎的《自私的基因》 就算你没有读过这本书 也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 这本书是它的作者理查德·道金斯的成名之作 也是最经典的进化论科普著作之一 它的影响之大 在出版之后 自私的基因甚至成了英语里面的一个固定词组 不过作为进化论领域的名著 这本书的信息量特别丰富 在370页的篇幅里 包含了大量来自分子生物学 古生物学 动物行为学 博弈论 人类学等学科的硬知识 想要理解和消化这本书的内容 需要腾出整块的时间进行沉浸式阅读才可以 现在生活的节奏这么快 这么做 对很多人显得有些奢侈 所以在本期音频里 我会介绍这本书最精华的内容 让你用最短的时间搞明白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 好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本书 我会为你解答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 道金斯提出的自私的基因到底是什么 其次 了解自私的基因这个概念有什么用 最后 既然基因是自私的 那为什么我们还能在大自然里看到那么多并不自私的行为呢 下面来看第一部分 自私的基因到底是什么 诺贝尔奖得主亚克莫诺有一句名言 他说 进化论最奇特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进化论 这句话其实同样是和自私的基因这本书 很多人看到书名就会忘文生意 认为这本书是在告诫大家说 人和动物的体内都有让它们显得自私自利的基因 但是 这并不是道金斯的本义 在他看来 所有基因 注意 是所有基因都是自私的 每个基因都有各自的利益 基因之间 基因和生物个体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 更重要的是 这些自私的基因并不是生物 用来保证自己生存繁衍的手段 恰恰相反 生物只是基因不断制造和传播自己的一个工具而已 如果要用科学的方式来表述 那么道金斯其实是在说 基因才是自然选择和自我利益实现的基本单位 而不是生物 对于第一次接触道金斯观点的人来说 这套理论很违背直觉 甚至是显得有些夸大其词 达尔文说的自然选择 不都是生物个体的生老病死和物种的优胜劣汰吗 那经历着大自然严酷选择的 好像应该是生物个体 怎么会是基因呢 想要说明白这个问题 我得先来说说 什么样的对象才能被大自然选择 有这么两条标准 第一个是 这个对象要有自我拷贝的能力 这样当他们占据优势的时候 才能源源不断地复制传播自己 然后彻底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 如果没有办法拷贝自己 那么当这个对象死掉的时候 他生前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优势局面 就会全都化为乌有 自然选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第二个标准是 这个能被大自然选择的对象一定要稳定 这样大自然才有足够的时间 在他和他的竞争者之间挑选出一个赢家 那么生物个体符不符合这两个标准呢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生物个体不符合能够自我拷贝这个标准 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了 生物不是可以繁衍后代吗 可是我们知道 它们的后代都是父母双方特征的混合 并不是某一个父辈的完整拷贝 从生物个体的角度来说 它只要死了 这份拷贝就永远消失了 其次生物个体也不符合稳定这个标准 因为既然每个生物都只有自己这一份拷贝 而且这份拷贝的寿命很短暂 那无论生物如何适应大自然 它都会衰老死亡 相比于漫长的进化岁月 生物个体短短几年到几十年的寿命 根本来不及让大自然进行挑选 所以个体是不适合作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的 那到底什么符合标准呢 有一个东西 像沙漠中的金字塔 历经时间流逝仍然保持了最初的模样 这个就是20世纪中也 人们在生物体内发现的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 也就是基因 基因的最重要的特点恰好是稳定 高中生物我们学过 基因主要分布在染色体上 除非是发生了基因突变 否则无论细胞如何分裂 基因都只是挪动了在染色体上的位置 自身没有被破坏 因此随着生物体的繁衍 基因会从上一代的个体移居到下一代的个体身上 一代代的遗传下去 最终存活上千万年甚至上亿年 这么长的时间 足够自然选择发挥作用 筛选出那些适应力更强的基因了 理论上说得通 那么这道说法有什么证据吗 道金斯还真列举了不少很难反驳的例子 比方说 按照传统观点 如果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是为了筛选出更优秀的生物个体 那么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以后 生物的生存能力应该越来越强 结果就是寿命越来越长 直到出现能够永生的生物 对吧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 绝大多数生物还都是会死亡的呢 在道金斯看来 这恰好说明了 大自然是在筛选优秀的基因 而不是优秀的生物个体 对于生物来说 它的最有选择当然是 活得越长越好 可是对于基因来说 它所寄居的生物体能活多久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趁生物还活着的时候 借助它的生殖过程 把自己的拷贝尽可能多地扩散出去 只要繁衍出携带自己拷贝的大量后代 那么这个基因就成功了 如果我们把生物比作一条船 把基因比作这条船上的乘客 那么基因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 就是趁着当前这条船还没沉的时候 赶紧制造更多的新船 然后跳到新船上去 上面这个是宏观层面的例子 在微观层面 也就是细胞层面 道金斯同样找到了 支持自己假说的证据 我们知道 有性生殖的生物 体内的每个普通细胞 都会包含两套完整的遗传物质 在生殖的过程中 位于这两套遗传物质 相同位置的两个基因 会各有50%的概率 通过减数分裂 进入精子或者卵细胞 正常的减数分裂 就像一个绝对公平的抽奖 每个基因和它在 另外一套遗传物质上的对手 都有相同的机会 复制给下一代 然而基因的本性是自私的 为了尽可能地增加 自己生出的机会 基因会想尽一切办法 甚至不惜对减数分裂做手脚 让自己有更大的概率 进入生殖细胞 咱们就拿老鼠体内的T基因 来举例子 这个T基因 本身对老鼠的生存有很大的危害 当老鼠的两套遗传物质里 只有一套携带T基因的时候 是健康的 可是当两套遗传物质 都携带T基因的时候 老鼠就会死亡 所以对老鼠这个物种来说 T基因肯定是越少越好 然而T基因自己也想活下去 如果你检查一个 携带了T基因的雄性老鼠的精子 你会发现 T基因作弊了 95%的精子都携带了T基因 只有5%的精子 包含正常的基因 这就让雄性老鼠的后代 有相当高的概率 也携带T基因 并用最快的速度 在一个老鼠种群里扩散 最终造成整个种群 濒临灭绝 尽管这个例子有些极端 但是它证明了 生物和它的基因之间的利益 并不总是保持一致的 基因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对宿主 也就是生物的利益 则毫不联系 这也正是自私基因假说 在分子生物学层面的一个有利证据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 作者在这部分里面提到了 自私基因假说 假说认为 自然界真正参与进化的 基本单位是基因 而不是生物个体 我们以为 基因是为生物个体的生存而服务的 但这只是我们的错觉 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是基因的载体 基因则是我们的宿主 可能有人会问了 自私基因假说 除了标新利益 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刀金斯在书里面 举了大量自然界的奇妙现象 这些现象只有使用自私基因假说 才能够得到更合理 并且经得起检验的解释 我们接下来就分别从昆虫 脊椎动物和人类当中 各找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先来看一个 社会性昆虫的例子 我们比较熟悉的社会性昆虫 包括蜜蜂 蚂蚁和白蚁 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就是每个群落的所有成员 都是一母所生 这个母亲 通常也被称为女王 女王不干活 她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繁殖后代 这些后代里 雄性负责交配 雌性则会分化为不同的类型 有的负责寻找食物 有的负责养育后代 还有的负责防卫和战斗 这些各司其职的雌性昆虫 统称为植虫 职业的植 很早的时候 人类就发现 这些虫子 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 女王高高在上 奴役子女来满足私欲 植虫们则显得非常无私 不仅任劳任怨的工作 必要的时候 还会牺牲自己 那么植虫表现出的这种无私 是不是真的呢 道金斯认为 这其实依然是自私的基因 伪装出来的假象 植虫并不是女王的奴隶 恰恰相反 植虫们是在主动喂养 有生殖能力的女王 驱使女王提高繁殖力 从而更好地复制自己的基因 我们来看看这是为什么 首先无论是蜜蜂还是蚂蚁 女王一生都只会和一只熊虫交配一次 然后把这只熊虫配偶的精子 存储起来 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 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取用 之后女王不断产卵 那些受精后的卵发育成雌虫 雌虫当中的绝大部分 今后都会变成雌虫 而没有受精的卵则发育为雄虫 这种性别体系造就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结果 你看 由于雄虫是由没有受精的卵发育而成的 因此只携带了一套遗传物质 这套遗传物质在交配的时候 又被百分之百地传递给了精子 而女王携带了完整的两套遗传物质 因此 每套遗传物质只有一半的概率 进入某个卵细胞 道金斯在书里面创造了一个叫做 亲缘关系指数的概念 他表示 两个亲属之间拥有某个相同基因的可能性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对于一只从受精卵发育而来的植虫来说 它和另外一只植虫姐妹 从父亲那里接受到的遗传物质完全相同 从母亲那里接受到的遗传物质只有50%相同 那显而易见 两只植虫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是四分之三 而每只植虫和母亲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只有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 植虫姐妹之间的关系 比她们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它意味着植虫姐妹们会团结起来 把自己的母亲当作生育机器加以利用 于是 女王就被植虫所影响 尽可能地多生植虫 由于植虫是雌性 所以最后反映到子女的性别比上 雌雄比例高大三比一 这个比例也和动物学家根据理论推算得到的性别比完全吻合 证明了社会性昆虫的女王实际上是被植虫 更准确地说 是植虫体内的自私基因所奴役的 好 自私的基因在昆虫这里可以解释通 那么我们来看看高等一些的生物 脊椎动物 我们来说说动物种群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可知道自然界也有计划生育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那么自然界的计划生育是怎么来的呢 社会学领域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马尔萨斯定律 这个定律是说 在不受干预的状态下 人口是按照几何技术增长的 而一旦人口超出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 多出的人口就会被消灭 这条规律不仅适用于人类 也适用于各种动物种群 动物学家观察到 像驴鼠和加拿大山猫这样的种群 因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数量 结果在资源丰富的时候 就会疯狂繁殖 如果资源消耗一空 又会大批饿死 不过除了它们以外 更多的动物种群 掌握了主动调节成员数量的方法 我们如果观察自然界的一些鸟类 那会发现 当种群成员数量不多的时候 它们会抚育更多的子女 而当种群过分拥挤的时候 它们又会主动减少自己的负担量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英国动物学家瓦恩·埃德华兹认为 当资源紧张的情况下 这些鸟类会为了整个种群的利益 而主动限制自己生育小孩的数量 可是这个很难说得通 因为这种愿意主动牺牲的鸟类 一定会因为后代数量的不足 而被那些更愿意生育的同类所替代 道金斯认为 只有自私基因假说 才能够解释这个现象 前面提到过 自私基因假说认为 自然选择只会在基因水平发生 动物任何时候 都只需要让自己携带的基因的利益 最大化就够了 不过对于基因来说 尽管理论上子女越多 这个基因就越成功 可是养育子女又非常辛苦 比如说雌性大山雀 白天平均每30秒 就要飞回一次鸟巢 给雏鸟喂食 那显然 如果雌鸟把有限的食物和精力 分配给了太多的子女 结果 能够存活长大的子女 反而会更少 所以 养育多少子女 其实是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活 太少不行 太多也不行 所以说 基因肯定有什么方法 能够控制鸟类 识别自然界的种种信号 让它们能够判断 在当前的资源条件下 到底生多少子女 才是最合适的 科学家发现 不同鸟类的判断方法 各不一样 比如群居的欧良鸟 对于雌性欧良鸟来说 种族成员的数量 可以通过 栖息地鸟类鸣叫声音的 大小来判断 也就是说 雌性欧良鸟一旦发现 栖息地里边的鸟类叫声特别大 他就会认为 种群成员数量太多 又发生饥荒的征兆 于是就会减少自己复旦的数量 反之则会增加 那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 科学家专门设计了一个实验 分别给两群同样处在生育期的欧良鸟 播放两组不同的录音 第一组录音是非常红亮的欧良鸟鸟鸣叫声 第二组录音里鸣叫声非常稀少 结果毫不意外 听到红亮鸣叫声的那组欧良鸟的下滩数量 要明显少于另一组 沿着这个思路前进一步 还可以完美解释自然界的另一种现象 动物世界栏目里经常出现 鸟类集结成群 乌鸦鸦一片飞过沼子地的画面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鸟类会故意聚集在一起 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了 很多鸟类是通过其他鸟的鸣叫声 来调整下滩数量的 所以为了能够让自己多生蛋 让其他同类少生蛋 自私的基因一定会向对手 装出种群密度很高的样子 于是每只鸟都尽可能地聚集在一起 大声鸣叫 从而干扰其他鸟的判断 最终让自己占据更多资源来生育后代 所以说尽管计划生育看上去是 个体通过自律 为整个种群做出的牺牲 可它的背后仍然是基因的自私行为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 自私基因假说在人类当中适不适用 我们说 父母之爱是最深的 其次是兄弟之爱 然后是其他亲戚的关爱 而不同的亲戚血缘关系有远近 表现出来的关心程度 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道金斯认为 这个和基因的自私也有关系 还拿我们刚才说的亲缘关系指数来说 就是两个亲属之间 拥有某个相同基因的可能性 那么父母和子女的亲缘关系指数 是二分之一 兄弟之间的也是二分之一 但是考虑到可能存在 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情况 所以兄弟之间的平均指数 会少于二分之一 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 父母比兄弟亲 至于一个家族里面的 第三代堂兄弟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 则低到了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接近于陌生人的水平 这种亲缘关系指数的差别 刚好和人类面对 不同血缘关系亲属的亲近程度 保持了完美的一致 说明 生物之间的亲情 其实也受到了自私基因的调控 以上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用 自私基因假说 才能够合理解释的自然现象 我们在这里 介绍了社会性昆虫 脊椎动物和人类三个例子 道金斯认为 自私的基因是一种普遍现象 广泛存在于所有生物体内 可如果真是这样 那大自然不就只有自私自利 以及各种伪装成无私的自私自利了吗 很多对道金斯观点的批评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他们认为 自私基因假说 和人类的经验不符 至少人类社会就存在 很多高尚的道德行为 道金斯在书里面 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回应 他所使用的工具 就是大名鼎鼎的博弈论 熟悉博弈论的朋友 对囚徒困境这个词 肯定不会陌生 囚徒困境 有各种不同的表述版本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它就是一个单词博弈 在一场比赛中 两个玩家如果同时选择合作 那么双方都可以得到奖励 但是如果同时背叛 那双方都会受到惩罚 但如果一方选择合作 另一方选择背叛 那么背叛的那个人 会得到比双方合作的时候 更高的奖励 而被欺骗的另一个人 则会受到比双方 同时选择背叛的情况下 更严重的惩罚 所以在这种游戏规则下 无论对手打算怎么选 每一个游戏参与者的理性选择 都是背叛 因为这样吃亏最少 在动物世界里也是一样的 基因 本性里的自私 会让生物之间的单词博弈 陷入到囚徒困境中 不过幸运的是 自然界充满了大量 不固定次数重复博弈的情形 比如说 大猩猩相互整理毛发 鸟类给同伴去除寄生虫等等 根据美国政治科学家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 在这种情形下 喜欢欺骗对手的策略 很容易在占了一两次便宜之后 迅速失败 最后真正能够胜出的 绝大部分都是偏向于 宽容和善良的策略 那什么策略最好呢 排名第一的就是 针锋相对策略 这个策略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 以牙还牙 当对手选择合作的时候 这个策略也会合作 而一旦被对手背叛一次 下一次博弈的时候 就会毫不留情地背叛对手 他的第二个特点 是不记仇 即便是被欺骗过一次 只要以后对手乖乖合作 那么他也会选择继续合作 这个策略非常简单 对动物记忆力的要求也非常低 只需要动物记住 对方最近一次 怎么样对待自己就可以了 而且 它就是非常有效的进化策略 在针锋相对战主流的情况下 生物之间可以产生稳定的互利行为 习惯背叛的生物 则更容易被淘汰 同样的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 道金斯在书里面 也列举了不少例子 其中最典型的是 清洁公鱼 清洁公鱼是一类鱼和虾的总称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为其他体型庞大的鱼类 清理牙缝和鱼塞里的寄生虫 大鱼得到了清洁 而清洁公鱼则获得了食物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互利行为 但是参与其中的双方 并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 对于清洁公鱼来说 它的最大风险就是 被大鱼当作食物给吃掉 对于大鱼来说 它也需要防止一些 小型的食肉鱼类 冒充清洁公鱼进入它的腮部 狠狠咬下一块肉之后 逃之夭夭 为了避免这些风险 清洁公鱼 进化出了特殊的花纹和游泳姿态 方便大鱼去识别 而大鱼 为了躲开诈骗的小型食肉鱼 会选择去有清洁公鱼活动的 固定地点做卫生 地点一固定 双方又有可以被对手识别的显著特征 那么一个不固定次数重复博弈 就顺理成章的形成了 这就是清洁公鱼这种 稳定利他行为 可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所以你看 利他行为并不是一种伪装 它同样被编码进了自私的基因里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 对这本书的完整介绍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首先作者破除了 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觉 作者指出 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 都只是基因的载体 生物体的存在 只是为了更好的复制和传播体内的基因而已 在一些极端情况下 基因可以为了传播自己 甚至会伤害携带它的生物 这就是自私基因假说 其次 自私基因假说 为我们开启了认识大自然的全新视角 在这个假说的帮助下 我们对自然界的计划生育等复杂现象 可以给出更加简洁优美的解释 最后作者认为 尽管基因是自私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大自然里只能充斥各种自私自利的行为 这是由于自然界有着大量 不固定次数重复博弈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 自私的基因也可以转化出利他行为 好了 那讲完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之后 我想在最后给你说一说道金斯 在书里埋下的一个伏笔 其实自私的基因这本书 并不只是说了生物学上的事 作者道金斯的事业 没有局限在自然界 他大胆地把进化论 推广到了人类文化领域 并且提出来 人类文化中的大量现象 比如语言 歌曲 宗教 时装 饮食习惯 乃至工程技术这样的科技知识 其实也经历了和自然界类似的进化过程 基因可以通过生殖细胞 从一个个体转移到另外一个个体 文化现象也能够通过人类所特有的模仿能力 从一个大脑转移到另外一个大脑 不同的文化现象之间 也和基因一样会彼此竞争 那些对人类更有工具价值 或者更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现象 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保存下来 并且传播给更多的人 如果说基因是生物体的宿主 那么这些文化现象就是人类大脑的宿主 道金斯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 Meme 这个词在中文里有各种翻译 其中传播最广的叫法是摩音 模型的摩 基因的音 到现在 摩音这个概念已经被收录到了 牛津英语词典当中 它的影响力 也不低于自私的基因这个词本身了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不会再觉得 用进化论的视角 去分析人类社会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 对世界影响这么大的一个概念 其实道金斯只在书里面说了短短一章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章就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自私的基因出版后的二十多年 英国学者 普利茅斯大学客座教授苏珊·布莱克摩尔 沿着道金斯开创的道路 详细分析了摩音的起源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以及摩音和基因的关系等等话题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著作《米米机器》 这个米米就是摩音英文的发音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还有所帮助 记得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